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等到4月4日才会解锁 这里请各位PS4和Xbox One的玩家特别留意 最后就是售价最贵的豪华吧 主机版539元 Steam版338元 除了多出一堆游戏内专属物品外 游戏解锁的时间也比普通版提前三天 将在2月8日就提前开放 所以由于本作是本月受关注程度最高的一部作品 各大直播平台up主应该都会购买豪华版提前三天开播测试 所以广大普通玩家建议是由先在直播平台看完up主评测后 再考虑是否购入普通版 毕竟宣传大弹与点响的开放世界里 做这两年我们可碰到太多了 而且华纳也不是什么品质保障的发行商 开放商Avalanche之前也并没有很拿得出手的3A级作品 所以豪华版到普通版的三天的缓冲期是非常适合我们等待的 第二款 一剑风云局 Wondering Sword 是一款像素武侠RPG游戏 玩家将扮演一名来自关外疗城的普通少年 因意外卷入江湖纷争而深重剧毒 幸得武当掌门情绪真人出手才得救 自此 你梦想成为一代大侠 正是踏入了中原武林 你的选择将改变整个武林故事 与江湖中各种侠客结交互动 甚至改变他们的命运 这款作品是大看板非常关注的国产武侠游戏 主要在于它HDRD像素风格画面和本月大看板 心心念念的八方旅人实在太像了 所以大看板绝不会错过这次开放试玩 另外大家要注意本次是现实试玩 试玩从2月6日开放至2月28日结束整一个月时间 请各位RPG爱好者的安排好各自的体验时间 第三款RPG 公主联盟 If Dry Union 今年日式战旗游戏 于2006年在GBA上推出 08年移植PSP 19年iOS和安卓 20年Switch 本次则是登陆PC Steam 玩家将扮演手持传说圣剑的公主 由古朵拉与少年盗贼米拉诺 为了解放祖国而战 游戏融合战略与卡片要素 玩家将与其盘歌构造的关卡地图上 指挥我方武装单位 结成阵型与敌军进行战斗 每回合开始时所选择的卡片将影响战斗单位的能力 并可在技能剂量表集版时施展各种不同的技能 本周值得关注的RPG就以上三款 不多 但其他类型其实更少 下面我就每个类型挑一款来介绍吧 闯关类动作游戏 有点像失落城堡的勇敢大陆骑士团 Nies of Brewland 一款配有故事生成机制的合作横满闯关动作游戏 游戏中每一个任务 都是从几百个独特的事件中产生 为您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故事 因为也许会为您揭示人所不知的小路 而看似寻常的酒吧老板 很有可能是一只狼人 玩家可以单打独斗或者与直播四名玩家联网展开旅程 数以百计的事件和一百钟以上的装备物品 将让你们的每一次冒险之旅都独一无二 游戏售价未公布 但目前开放是完 主视角生存类游戏冬日幸存者第一章 Winter Survival 这本该是与朋友在华盛顿山州立公园那一次愉快冬日旅行 但却意外陷入了可怕的境地 虽然你并未在坠落中受伤 但你丢失了你的背包以及你的大部分补给装备 而且你只能独自为生存而战 在只有少量补给的情况下 你必须与寒冷作斗争 与野兽搏斗 并找到通往废弃护灵战的道路 以期获得救援 同样有demo可以试玩 生存联机游戏一般都比较适合看主播玩或和主播一起玩 一群人在一起就比较容易出节目效果 远横 这也是一款有试玩demo的模拟成剑类游戏 布毛之地 Score Cleanse 游戏中玩家将面对一个遍布火山的类月球一帮行星 这里资源丰富 大胆的探险家们不仅要发现新的魔法技术 还要收获财富和建立殖民地 球表面充满危险的生物 随时为保卫它们的气息地而战 游戏基于六角网格的城市建设建造各种建筑 有挑战性的资源管理 愿望更大的利益对地球进行改造 以及一个极简的战斗系统 本周也有一款无中文的游戏推荐 主要因为RTS类游戏现在产量并不是很高 能有一款看得过去的作品就实属不易 喜欢RTS的朋友请看这款巴尔卡 巴尔肯 一款致敬沙丘系列的及时战略游戏 一个严酷的杀心成为了三大家族之间残酷战争的舞台 对于稀有矿物的权利 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的优势 在与敌军激战的激烈战斗中 准备好面对并攻击巨型杀蛇 这款游戏也有demo是玩的 看得上眼的RTS老胖们可以去下载尝试 最后一款 行星幸存者序章 Star Survivor Prologue 一款Rogelike星际生存游戏 其实应该算是飞行射击STG游戏吧 游戏里玩家可以从各种武器和升级中 进行选择创建独特且强大的卡片组合 用牛动物理学小心地控制你的飞船 穿过成千上万的敌人 每次击杀都会为你获得资源来升级你的船只 解锁新船只 可以增加你胜利的机会 甚至一样紧 ELMI zo